早上下大雨了,还好,算是有个游瓦遮拖的地方躲一下雨吧 现在我是在那个林潭县,然后待会收拾一下行李就继续出发了 往那个合作室走 今天早上起来雨就开始停了 然后的话这就是林潭县的城市街道了 今天那个云还是乌云密布的,还会下雨 然后我今天继续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到合作室 早上起来那边的人已经开始上班,跳那种上班之前的热身舞了 然后我就已经准备好了,要今天到辣辣乐乐出发了 现在自己跟两个世界的人呢,跟很多人都已经不一样了 好了,继续走吧 站在山崖上可以看到整个林潭县 然后远处的山都被黑,那个山顶都被黑云所覆盖了 可能今天还会下雨,先走着算吧 嗯 大家好,我是乐郎欣 现在我来到了林潭县附近的一个村落 这边是个旅游景区来的 从昨晚开始就下了很长的雨 直到今天 然后还好我这边有个亭子我在这边扎营了 然后车也停在这里 然后小黑,小黑酸在这边,待会再带他山上铺吧 中午的时候我到了藏族的龙佳乐这边吃饭 然后这边老板呢,藏族的老板呢,还给我点了这边的特色的面食 嗯,有那个花卷啊,面条啊,还有这碗,好像是这边的特色面条来的 还有这,都是山上种的一些菜,嗯,好香啊 现在我还是在港往那个河住市的路上 现在离那个河住市大概有个75公里吧 我估计起两天应该可以到了 然后的话,昨晚就下了很大的雨 然后,现在终于也天晴了 看一下,现在今天那个天气很好 不过我看天气预报说那个 还是会下雨的,中午下午 嗯,走着瞧吧 买的狗粮已经差不多吃完了 只,最多只能吃两餐 哎呀,很招心啊 养了三只狗狗之后 那个狗粮吃的特别快 但是现在在山区的话就 补,补给不了 所以我今天说什么也要在两天之后 赶去那个河住市 不然狗狗就可能 呃,会挨饿 要赶快的到河住市才行 来吧 吃饭吧 过来 吃东西 过来吃 吃饱了吃饱了 就是最后一顿了 最后一顿了 然后吃完今天要赶去河住市 不然没得吃了 好了,又准备好了 现在继续往前提吧 希望今天可以到嘎河做事 这个夏阿子堂村 真的是一个很很好的村庄 风景很漂亮 房屋也很有特色 然后这边的人都很好的 要不是赶时间的话 我都想多待几天 这边 吃饭